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听课的你们都非常聪明 所以我想跟同学们玩一个猜谜游戏 根据老师的提示猜故事 准备好了吗 兔子 惊吓 树桩 农夫 等待 一只兔子受到了惊吓 慌弯之中撞上了树桩 扭断了脖子 农夫白白捡了一只兔子回家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干活了 每天坐在树桩旁等兔子 这个故事是 手猪带兔 第二个 小船 宝剑 传弦 记号 这是 克舟求剑的故事 第三个 青蛙 小鸟 井 很多同学都叫了起来 这是坐井观天的故事 坐井观天 是我们上个学期 学过的一篇课文 同学们还记得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吗 同学们的记性可真好 坐井观天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认识事物 看待问题 站得高 才能看得全面 今天这节课 我们要学习的课文 也是通过小故事 来说明道理的 看老师书写课题 同学们读一读 择是一个平舌音 我们把它读准 跟老师读 预言二则 像坐井观天这一类 通过小故事 来说明道理的文章 我们把它叫做 预言 那么根据题目 你能知道 这篇课文 给我们讲了几个预言故事吗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二则 真聪明 则 在这儿是一个量词 多用于文章 和我们平时所说的 篇条章 差不多 比如 新闻一则 同学们读 再读 一则广告 一则笑话 还有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 预言爱泽 那么 今天的课文里面 给我们介绍了 哪两个预言故事呢 请同学们 自由地读课文 圈出课文中的生字 多读几遍 把课文读通顺 开始吧 äs认课文 名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学们 课文给我们介绍了哪两则预言故事呢 一则是 读 亡羊补牢 还有一则是 读 亚苗助长 跟老师读一读 亡羊补牢 亚苗助长 这两个字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 亡是一个后笔音 跟我读一读 亡 亡 老的生母是 老 老 这个王字 同学们有什么好办法把它给记住呢 是啊 这样笔画简单的字 我们可以用减一减的方法来记 这是急忙的忙 把它的树心旁减去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王 这是忘记的忘 下面的星字底去掉也能变成王 王字是 读体字 不熟 精字头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点 横 竖辙 看似简单的三笔 要想把它写好 就要注意每一笔在填字格当中的位置和长短 同学们看这个点 写在竖中线上 横 起笔在横中线上 写的稍长一些 竖辙 起笔在竖中线的左侧 竖段写的长短适中 折段要于上面的横保持平行才好 咱们再一起练写一遍 同学们 每一个生字都有它自己的含义 每一个字都蕴藏着古人的智慧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横子的演变过程吧 同学们是不是很有趣呢 让我们一起去写写牢字吧 牢字上下结构 布手 宝盖 扁 扁 横钩 宝盖要写的扁一些才好看 下面是一个牛字 扁 横 横 树 大家再来观察一下它的笔画 点写在树中线上 下面的牛字 第一横 压在横中线上 第二横要写的长一些 树压在树中线上 下面请同学们拿出你们的小手 和老师一起书空写一遍吧 现在到了同学们自己练写的时候了 拿出你们的填字本 在本子上写一个王 再写一个牢 再把亡羊补牢这个词语也写下来 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杨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跟老师读一读 遇 择 王 劳 眷 尊 丢 风 毁 子 真好 同学们 你们看这是什么 是啊 这是羊圈 羊圈是圈养羊的地方 一般用木头围成一圈 把羊养在里面 起到保护的作用 圈是一个形生字 同学们你们看 外面的国字框就像围成一圈的栅栏 里面的卷提示它的读音 跟老师读一读 卷 卷 羊卷 你们看 老师在大屏幕上画了一个圆圈 卷 卷 它还是一个多音字 可以读圈 可以读卷 圆圈 花圈 卷 羊卷 猪卷 我们一起把这个多音字读一读吧 圈 圈 圆圈 圈 圈 圆圈 圈 羊卷 猪卷 这个羊卷怎么了 啊 有同学说 它破了一个洞 是啊 我们还可以说 它破了一个窟窿 龙单读成字的时候 它读第二声龙 当它跟哭组成词语的时候 它要读轻声 跟老师读窟窿 窟窿 像这样的词语 在我们的课文当中还有 同学们读一读 真是聪明 老师一说就会了 方 单读成字的时候 它读第一声方 和街 组成词语 它读轻声 街坊 再跟我读一读 街坊 街坊 街坊是什么意思呢 街坊就是邻居的意思 同学们 平时在路上 你们遇到了街坊 会和他们打招呼吗 你们真是懂礼貌的孩子 方 这个字 我们用什么好方法把它给记住呢 有的同学说 用换一换的方法 把房 双耳旁 换成 体土旁 就是方 对了 还有的同学说 用加一加的方法 土字 加上方 就是我们今天 新学的 方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老师呢 也想了一个小妙招 来记住这个方子 你们看 我给方子编了一首儿歌 左边土 右边方 凑在一起 是街坊 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 同学们 十字的方法有很多 只要你找到最熟悉 最喜欢的方式来实际生子 那么一定会事半功倍的 破了一个窟窿的羊圈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我们一起读读这个句子 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 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 把羊叼走了 在这个句子当中 有两个表示动作的字 你能快速地把它找出来吗 对 就是这两个 酸 丢 这两个表示动作的字 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 酸子 怎样才能把它记住呢 看 这两个 站和贴 都是我们学过的生字 把它们的栗子旁 被子旁 换成金字旁 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酸 酸 它还是一个多音字呢 你们看 它可以读酸 也可以读 钻 有没有发现 不管它读钻 还是读钻 都是平舌音 我们要把它读准 跟老师读一读 钻 钻 钻进去 钻 钻 钻石 再看 这个 钻 它是一个 行声字 左边的口 表示它的意思 右边的 钻 表示它的 读音 钻 是指 用嘴 弦住物体的一部分 比如 看看 这只小狗 嘴里 哎 叼着肉骨头 这只乌鸦 嘴里 对了 叼着一块肉 再看看这个人 它的嘴里 叼着一根烟 学会了 这几个声字 咱们再把这几句话 读一读 你一定能读得比刚才更好 读 刚才我们一口气 学了这么多个声字 老师现在要考考你们了 大声的读出来 真好 剧掉拼帽子 还能读吗 真是难不倒你们 现在老师想请同学们 给这些声字 找找朋友 组成词语 和你的爸爸妈妈 说一说吧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看你们那么高兴 爸爸妈妈一定夸你们能干了吧 老师也给这些生子找到了朋友 我们一起读一读 寓言 原则 子王 牢固 羊圈 钻洞 钻石 雕着 街坊 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认识了这么多的生字和词语 下年老师还想介绍几个生字朋友给你们认识 这就是我们的新朋友 专老师读读吧 毁 子 揪 皮 金 喘 结 现在同学们自己试一试 读得真不错 为了奖励你们 老师和你们玩一个小游戏 打低数玩过吗 大声地读出生字 准备好 毕属都钻回他们的洞里去了 现在老师想让你们动动小脑筋 想一想有什么好方法能记住这些生字朋友呢 我们来看 这四个字我们可以用换一换的方法来实际 大海的海 三点水换成树心旁 就是毁 毁是一种心理的感受 所以是树心旁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嗯 有的同学说 做错了事情 后悔了 还有的同学说 和好朋友吵架了 后悔了 这种思维一定不好受吧 跟我一起读读这个字 毁 后悔 我们再看这个 皮子是一个形生字 不守病字旁 表示身体不舒服了 比如妈妈上班工作了一天 看上去非常的疲倦 我们看书时间长了 眼睛会感觉到特别的疲劳 里面的皮子可以提示它的读音 基于这个绳子 我们可以用山坡的坡 把体土旁换成病字旁 就是皮 在我们的课文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词语 精疲力尽 精疲力尽是什么意思呢 别着急 我们一起读读这个句子 你们就知道了 读 他把和苗一颗一颗往膏里拔 从中午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弄得精疲力尽 精疲力尽的意思 是指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感觉十分的疲倦 精是一个鉴笔音 跟老师读 精 在平时上课 我们说多动动脑筋 就是它 来 精 动脑筋 精疲力尽 明白了这个词语的意思 我们再把这个句子读一读吧 读 我们再看这个船子 船也是一个表示动作的字 口字旁 船是指急促的呼吸 平时老师爬了六层楼之后 我就会喘得特别的厉害 同学们 你们什么时候会喘呢 有的同学说 前段时间生病了 喘得厉害 嗯 还有的同学说 跑步之后 喘得很厉害 是啊 剧烈运动之后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 急促的呼吸的样子 就可以用上词语 气喘 吁吁 来形容 船子可以用我们学过的端 把栗子旁换成口子旁 就是船子 最后一个字 结 它可有意思了 它有一帮好兄弟呢 除了我们之前学过的 不知戏业谁才出的财 还有 栽树的栽 带人的栽 和戴帽子的带 仔细看一看 它们是不是讲得非常像呢 为了正确的区分它们 老师这儿还有一首小儿歌呢 有一把一 踩 有木 把树 带 有车 把人 带 有锥 能 截断 全共一起 把帽带 瞧 一首小儿歌 能让我们实际这么多的绳子 最后 还有这两个 死和交 这两个绳子呢 我们可以用上 减一减的方法 这是 一些的些 减去下面的二 就是 死 在课文当中 死 它的 词语是 从此 还可以组 此时 这是 香蕉的 胶 把桃子头 捡去 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胶子呢 胶 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 上面的 锥 在古代的时候 指的是 短尾巴的鸟 四点底 同学们肯定都知道 它是 火 鸟 放在火上烤 变黄 再变黑 就 焦了 这个词 我们还可以组词 焦急 放学后 你很晚没回家 妈妈心里一定非常非常的着急 这就是 焦急 跟老师读一读 子 红子 子时 焦 烧焦 焦急 同学们 学了这么久的生字 现在我们把它放进词语当中 你还会读吗 瞧 词语都躲在这些漂亮的泡泡当中呢 同学们 生活就像一个大课堂 在这个大课堂里 只要我们认真观察 用心思考 就一定能学到更多的生字词语